OK啊 那么 有了这一部分之后呢 下面呢 还有一小块内容啊 继续呢 看我们这个 登录 在登录这边 Use login这边 那你注意我们这边 我们说这里面 是不是有个技术用户名 对吧 这个技术用户名 我们给大家做过啊 现在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下啊 就是用户他一点地勾选 记住用户名 如果他登录成功之后 下一次他再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不需要呢 去输入这个 用户名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在我们这个 Use里面呢 我们还要再去加这个代码 对吧 那么你看一下 我们的login这个页面 这个记住用户名 对应的这个 内容呢 就是这个 remember啊 所以我在这边呢 我需要呢 去 如果这个用户名 密码正确之后 对吧 我要去 判断是否需要 记住用户名啊 判断需要是否 记住用户名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 判断 是否需要 记住 用户名 那么在这里面怎么做呢 接收这个东西的吧 remember 等于我们呢 request.post.get 对吧 get这个remember啊 如果用户没有勾选的话 你拿到的是一个 no啊 如果勾选的话 你拿到的是一个 un 所以呢 你可以判断 如果 remember 他呢 等一等于这个 un的话 说明需要呢 记住 用户名 对吧 记住用户名啊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呢 有一个 cookie 对吧 cookie的话 我们就需要调用这个setcookie 这个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呢 先把这个东西呢 先给它 接一下啊 先给它接一下 就在这里面 我们不能在后面最后面返回啊 我们先把这个对象呢 给它创建出来 而是呢 先不返回 直接先借一下这个 response response啊 我们说这个redirect返回的呢 就是一个ihttp response啊 redirect类的一个对象 对吧 那么它是itpresponse的子类 所以呢 setcookie这个方法 这个对象呢 也可以调用 那么在这里面就是 response.tp setcookie对吧 然后呢 username 好 对应着有一个username 然后过期时间 我可以试制一周啊 max h等于这个7 乘以这个24 3600秒 对吧 3600秒啊 然后 否则的话 比如说用户呢 他下一次都不想记录了 else 我就给它 删掉啊 直接呢 把这个cookie呢 我可以给它删掉 response deletecookie 写上一个user name啊 好 最后 那么我再去返回这个 应答啊 返回这个response啊 返回我们的 返回 response 直接呢是 return我们的 recer ponse啊 好 返回它 好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么我们 记住用户名干嘛用呢 是不是用户下一次 在访问这个东西页面的时候 我要用 对吧 所以呢 在我们上面这个get里面呢 你需要呢去 判断啊 判断 是否 记住了 用户名 对吧 是否记住了啊 用户名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判断这个 request 他的这个 cooks属性里面 有没有用户名 这个东西 对吧 就 if user name not in 如果 我们就这样 判断 如果他in 这个里面 说明他有 对吧 我就要获取这个用户名 用户名 等于我们的 request 铁 然后呢 对吧 get 你可以用中国号 你也可以用get 比如get 写上一个 用户名 好 同时 else呢 这个 yourname呢 等于空 对吧 同时呢 如果用户 他已经记住用户名的话 我这个checkbox呢 也应该选中 对吧 所以呢 我在这边 我还要再传过来一个东西 在我们这边呢 我要再来一个check的 check的 等于我们的字符串 check的 好 这里 如果没有呢 check的 就等于一个 空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去使用这个 模板 使用模板的话 那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两个东西呢 给他 传过去啊 第一个 传入这个username 好 那么 username啊 然后冒号是我们这个 username 对吧 立马呢 这个 check的 check的 就对应着我们这个 check的 对应着我们check的 ok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 这是这样一个 好 有了他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就可以呢 去做了啊 哎 我就可以去做了 那么找到我们login这个页面 那么username这边呢 应该有一个对你的value 对吧 这个value呢 我就设置为这个 username 对吧 如果我取到的话 你这边一定会显示出我这个 用户名 那么再往后呢 这个checkboss呢 我们就在这边直接写上这样一个 check的啊 我们说如果他给你传过来这check的 他的值呢是check的话 他一替换在这里面写了一个check的 那么这个复选框呢 就会被选中啊 就会被选中 那么 否则的话 它是不被选中的啊 你知道这样几个东西之后 那么在这里面输入这个 回车 那么这是 这应该是上午记的 我把它删一下啊 上午记 上午记住的一个用户名 写了一个内容啊 在这里面直接呢 写下上一个清除 好 清除之后呢 我们重新的去做一个登录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OK 啥都没有对吧 Smart bar 然后呢 输入这个密码 记住用户名 点击 哎 过来再一次的去访问这个 Yosa Logging 哎 对吧 要Logging啊 OK 这边是不是选中了 对吧 我不想记住了 哎 不勾选 再登录一次 好 那么哎 这个登录 这个错了吗 啊 用户名密码 错误 好 哎 过来了 再一次的去访问这个东西 U的 好 回车 哎 是不是就没了 对吧 哎 这就是我们这个记住用户名的功能啊 记住用户名的功能 好 好 哦 好